那我自己有看過承學的這一本 新的這一本 我覺得確實是 第一人 第一個人 或是說第一人 就是台灣的小鎮 的一個動員 那我覺得他在這一本 他之前也寫過那種類似小鎮 因為他的 他的經少女時期 然後到他的成長 秋苗錦所謂的一個完整的成人生命 的這之間 也許到他30歲 他跑到台北 那時候我都不認識他 他跑到台北來決定他要寫長篇小說 這之前的承學其實是一個 文壇可能沒有這樣的 就是一種 透過地理空間來展現台灣的 一個縮影的三種 三次不同的嘗試 那小鎮我覺得他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其實台灣蠻小的 你說兩個小時就可以到達的地方 但對我們來說卻有相處 那可是我在這裡安排就是說 是一個外來的人進入了一個小鎮 那我把這個小鎮當作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小的世界的縮影 我會覺得他就比較像 雖然交通很方便 但是他又略為不便 所以他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被 可以被單讀出來 那因為小鎮比較小 相對的可能他的人幾乎都會比較密切 然後他有允許 在固執的設計上讓他可以 就是算是一個封閉空間 就因為我這幾 這兩步都是在寫有一點 有一點懸疑有點推理 就是我希望他在空間設計上 他就是天然包含了一個 類似密室的這樣的狀態 然後我就覺得小鎮在各方面都很合適 就是說他既有經濟 政治 地理上的這個獨立性 然後也可以讓他自成一個小世界 然後在可能在故事上設計的時候 又可以讓這些人物 這些人物他自然的有一個關係 那我特別選擇中部也是 就是剛好他在 他就是在台灣的一個 比較相對 既不那麼台北 也不那麼 那麼南部的一個中間點 就是他不那麼極端 但是他就好像可以 作為一個比較中性的取樣 這裡面所有的人之中 是不是有世俗的愛情 應該都有吧 可是我最主要想要寫的應該就是 這個 王牧蘭那個作家跟 陳少剛之間的 跟那個 偵探之間的 他的那種 弱有似無的關係 就是說好像存在著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可是他從此又非常的疏離 但是這個疏離最後 又帶給他們兩個其實 一個還蠻好的一個遭遇這樣 所以就 我想這個小說裡面 其實講愛情的部分並沒有太多 但是就是說 它是各種形式對愛的渴望 然後這種愛的變形 你其實因為這個渴望或這個匱乏造成的問題 可是更多時候其實還是琢磨在 比如說人對你能不能夠承受有人愛你或是沒有人愛你 這個事情帶給你的痛感 你會變成什麼樣 你不被愛 或者是你被愛糟蹋 或者是你被遺棄 你會變成什麼樣的 其實裡面的人 多多少少都受到這個 愛的摧毀 我想講的就是說 一個創傷 我覺得台灣在 白色恐怖的那個時代 其實經歷了一個集體的創傷 這個集體的創傷 不只發作在當時 它甚至一直發作到現在 它影響的是好幾代的人 那我是沒有能力 也還沒有準備要寫那樣巨大的故事 可是我想就把這個創傷 留在我這個吳復智騰的小說裡面 讓它作為一個影域 也剛好也就是 延續了我自己對於白色恐怖的 研究跟了解 犯罪這個類型 我感覺它 是在我的初音學寫作裡面 可以注入一個方法 就是說它可以讓我的 從容學的小說 產生一個動能 這個動能是 純粹 過去純粹的 用現代主義 我覺得我比較不能達到的 一個敘事方式 然後 那當然也增加可讀性 以及就是滿足我自己 想要 想要那個讓它有 影視感的這種 一個願望吧 笑容 作詞 中文字幕提供